大家好,我是Joseph 这一段影片我们来分析英美烟草 那英美烟草它的英文是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那股票代码是BTI 它在过去一年股票下跌20% 那很多读者问Joseph这是潮底的好时机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BTI它的一些财报发展以及历史 如果你对BTI不熟的话呢 它是成立于1902年的公司 那近年来呢透过多次并购扩大规模 它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卖它家的产品 它原来是英国公司 但是它可以透过ADR也就是美股存托凭证在美股市场交易 所以你如果只交易美股市场的话呢 你一样可以买BTI 那因为Joseph本身不抽烟 对于这些烟草香烟的品牌呢 完全不认识 那这是英美烟草的主要品牌 那要投资BTI呢 通常是有几个理由啦 第一个呢 它的产品分布在180个国家以上 不受单一的地区限制 如果有某一个地方经济不好 这个对他们公司的影响呢不太大 由于它具有非常多知名的品牌 在不同的地区有着高的认可度 那这些知名品牌呢 就是他们的定价优势 第三个呢 BTI是一个股息成长股 但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公司 它不扣美国的股息税 那如果你是美国的税务人的话呢 你一样可以在你的税务账号里有 就不用担心股息税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那投资BTI也有这个理由 但是呢 要投资BTI呢 它这个公司呢 面临着一些挑战 我们不可以小瞧 第一个是法规的这个挑战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用香烟的人口 就是smoking 它的人口呢 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地区呢 对香烟有比较高的法令限制 那各地区呢 对香烟度的接受度呢 不一有些地区的香烟度呢 在下降 甚至是制定了 哪一年之后呢 就不能贩售香烟 所以这个香烟的这个接受程度 法规呢 会影响公司的销售 那公司目前的销售额比较多的部分 还是来自于香烟 虽然这个非燃烧式的香烟的成长很高 第二个挑战就是 各地区对加热式电子烟 无烟产品 它的法规也不一样 所以对香烟 对非燃烧式的尼古丁产品呢 这个法规不一样 接受度不一样 让BTI其实还有另外一家烟草股 也就是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股票代码PM 对于这两家公司呢 都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 你在这两家公司的财报里面呢 都会看到他们写了 因为各地的法规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推行产品的时候呢 要花比别人更大的功夫 来找到适合当地的 所以这个各个地区的接受度不一样 法规不一样 其实会造成他们在铺网路的时候呢 或推新产品的时候呢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挑战 那这个挑战就是 并没有单一产品 可以吃片所有的这市场 他要进到某一个市场 其实都得做在地化的调整 都得去有强大的这个法律团队 来确保 这个是符合当地法规需求的 那这个无疑会造成成本的提高 也会造成他没有办法 把某一个产品scale up 就是扩大规模 另外一个是他的财政的这个部分 这个公司呢 这几年增发新股 那增发新股的比例其实不少 你可以看到从2013年1.91到现在是2.27 那公司并没有大幅的这个回购股票 让这个在外流通的股数减少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指标价 也就是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它的ROIC这个指标呢比较低 也就是说呢 你在投入的金额里面呢 你的回报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指标呢 跟另外两家公司也就是ultria股票代码MO 或是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股票代码PM 这两家来比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所以这是在盈利上呢 他可能这个效率并没有那么高 在大环境上呢 你可以看到有很清楚的这个危机 在英国他想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就把这个香烟禁了 那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会推行呢 这个不太知道 现在只是出了个想法而已 具体会什么样推行呢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政府有这样的政策 英国国王查理斯 他也是支持这样的方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英国部分呢 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那这样的声音呢 其实会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所以我说他这个危机呢 就是香烟不止吸食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还要面临限制 那如果他没有在这个限制推行之前 就转型了的话 或是把这些现在是香烟的人 转到其他非燃烧式香烟的产品上面的话 可能会失去这个族群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我还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危机 有可能是个转机 你可以看到BTI 他们的这个公司里面呢 就是一直在跟政府 不管是英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呢 一直在努力的沟通 希望在政府 在跟业界 可以合作 想办法呢 来降低 燃烧式香烟的这个危害 把尼古丁产品 对人的这个危害呢 降到可以接受的 这不只是从政策方面 他们在商品的研发上面 也是要持续开发与努力的 那你可以看到BTI 目前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从2021到2022 你可以发现 这个Cigarette这个部分呢 是降低了 所以整个燃烧式的呢 这个是降低的 但是你看到它的新的产品的类别 这个部分是呈现非常乐观的成长 这个部分就会告诉我们 那这个成长可能是公司未来的这个动能 而且这个成长的速度 要比这边降低的速度快 这是BTI目前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动能 那这个成长的动能呢 其实你在Faith Morris International 它的财报上面也可以看到 那在全世界有些地方的扩张 也是在20%到40%的这个速度 就要看每个地方的接受程度一样 Oltria主要是美国地区 但是在美国地区 你也可以看到 它这种非燃烧式产品的成长 也是非常快速 所以从三家公司共同推出来的讯息 就是这个饼很大 三家公司都在拼速度转型 那会不会愉悦龙门呢 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三家公司都在为了降低燃烧香烟 在开发新的产品 现在就是这些产品能不能见到市场 这产品有没有竞争优势 目前市场还很大 还未饱和 而且这个市场呢 接下来几年呢 应该都会持续成长 所以要分析这三家公司呢 也就是BTI PM 还有MO 这三家公司呢 你都要看这个成长的这个动能 那我们来比较这三家公司好了 我是用Stack Rover这个服务来进行比较的 我把我自己常看的一些指标呢 列出来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三个指标里面呢 整个看起来 在Sale里面呢 Ultria MO是相对来说弱的 在EPS成长的话呢 这个我这里只看五年的 那其实MO跟PM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这里呢 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它有一年好像特别高 所以造成了这个EPS五年的这个部分呢 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动 你看到现在的股息呢 BTI跟MO呢 都在九上下 PM呢 大概是五点七六 那这都是比五年的平均来说高了非常多 在这个利率的这个部分里面呢 这个债务可以付的这个部分呢 BTI目前来说还可以 从这个未来的成长来说呢 我自己是客制化了一个指标 叫Total Estimated Return Ratio 从这个未来一年的初估来说呢 BTI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它在营运上面呢 的效率呢 没有MO跟PM高 那可能是因为它的市场太过于分散 所以呢 它在其他的成本上面呢 不像另外两家公司呢 有那么好的控制 那说到底BTI是不是一个可投资的呢 从估值上来看 BTI现在是超级超级便宜 是比另外两家便宜 如果股价在30 31以下 那BTI的获利空间 应该会比MO跟PM大 这个是估它的成长非常小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们不估这种10% 20%的成长 因为它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还要跟其他的公司竞争 因为现在并没有一个 比较强的主导的产品 所以BTI的这个成长 如果只是估计在非常低的这个里面呢 它的估值呢 大概也是保守 非常保守的估值 再加上打折之后呢 大概是33 34 那依照目前31的股价来说呢 应该会看到股价回到正常的区间 不过这个时间要多久 其实我们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很大一部分取决于BTI 在其他市场的这个表现 那另外BTI的财报呢 其实也很难分析 因为它还有汇率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市场部分呢 这些呢都会造成分析的困难了 那不过从这个财报来说 那BTI投资的价值 先不说成长的部分的话呢 由于它股价比另外两价便宜 那现在呢 依照BTI的股价来说 应该是下手的好时机 那我也要说 BTI在分析上面有很大的这个限制 在公司的这个网站上 在各个地方的汇报上面呢 公司对发展计划呢 揭露的不多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主流产品 它跟生物医药公司 会有这个药有不一样 因为它各个地方太多了 它很难整合在一起来清楚的汇报 所以公司的成长的这个轨迹 其实呢很难看出来 只能从财报来看 所以不只只能每次都关注财报 看这个部分是不是成长 另外汇率跟总金的这个影响呢 无法估计 因为现在利率这么高 会影响到他们借贷 也会影响到大家对香烟 转到另外一个产品的这个接受度 各地的市场不一样呢 BTI在公司的讯息里面呢 说的不多 其实也很难看 每一个市场的这个反应 那最后要总结 就是说法规跟大环境呢 正在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 可能是个危机 可能是个转机 对于BTI来说呢 现在还在转型的阵痛期 因为各个地方的市场需求不一样 那这个转型呢 还在努力之中 所以转型呢 不一定会顺利 这个部分呢 得比较关注BTI 接下来的财报来说 另外呢 对于如果想要有固定收入的投资者来说呢 BTI的股息呢 并不是固定成长的 它从英国的这个财报里面呢 是每年大概有百分之五的这个成长 但是由于换算成美金的话呢 这个这个每一次发的股息呢 你看起来呢 可能会不是那么固定 所以呢 这个会受到汇率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这个需求啦 但是在长期来说 我觉得BTI现在是够便宜 是可以买的 那这是我自己对BTI的看法 那各位读者们 MOPM BTI 你会买哪一个呢 还是你的想法是 小孩子才做选择 三家都买下来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请留言告诉Joseph哦